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莊 大家好,我是大坤,你有什么情况啊? 又咋的了?你不是叫我挺着急的吗? 你看啊,你先看咱们这个设计师在哪干嘛呢? 设计的呗? 画图纸啊,画这个床上家具 不是车上家具啊,床上家具 画谁的呢? 借一下啊,借下这个本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车主 是这个给咱们画了这个 是带本来的 对,好多好多这个图纸,记不记得 按照要求画的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图纸 一台心全顺的 记得 再给大家重温一下啊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设计师在给他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车主又来了 来了,开了他之前的一个床车 一个小车 里面有好多功能 刚才大坤正在参观的过程中 突然想到了 说不能光大坤自己看呢 得领朋友们一起看 走 围观一下 跟我来 整的我还挺好奇的 跟我走 这是一台这个SUV床车 一样 对,然后这是那个车主自己设计的一个那个厨房 嗯 刚才我看的第一眼 我就被他吸引了 赶紧就叫你去了 嗯嗯 然后我来操作一下啊 走过来 我先把它推回去看原来状态是啥 对,压一下子 直接推一下 对,这是一个一个锁 推回去之后这个车 我说固案上应该是这样的 是是手动电动的 手动的 手动的 然后固案上是这样的 嗯 然后咱这SUV打开呢 对 是这样的 是吗 对 打不开呢 打开看一下 啊 打开之后给大家展示这个SUV的后备箱厨房啊 真天性 嗯 嗯 这是车主自己设计的 首先呢 这块是有个滑道 这边滑道呢 明显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滑道的机翼 嗯 有点不够用了 然后就改造了一个小扳手 对 往下一拉 哎就出来了 出了整个这个厨房区域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好像是能折叠一下 对 从这周吗 直接周就行 哎 哎呀 真挺行啊 哈哈 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哎这做饭的高度也是正好的 嗯 对 那个那个炉子可以拿下来 啊这有个小炉子 可以拿下来 这是一个 啊 我们就放在这 这个应该是一个 打风板也可以有 但是 啊 对 哎呦 你看人家设计正好 卡卡的 啊 啊 这是一个那个U型的 还是C型的 三角型的 U型和C型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这尺盒正好的 看不见 卡在这里 这个小这个三眼灶 嗯 刮开 哦 锅在这底下呢 哦看到了 哎 打开之后 然后这个 底下的东西就露出来了 咱们在这掏个锅啊 你在哪呢 在这 我掏个锅 好几个锅呢 随便拿一个锅 海保香一样 我就别拿了 要不人家还得收拾 对对别拿了 大家明白 就在里的 这是个什么呀 哪个 这是水箱 这是水箱 还有水箱 嗯 焦可挺多 焦可挺多 嗯 这不是水龙头吗 水龙头在这 啊啊啊 水龙头挂到这个栏上 这一个栏吧 啊 有个栏 爬上去的 我看了啊 爬上 这这这这这 哎呀 哎呀 行啊 遥控这个就能关 嗯 而且是遥控的 是吧 哈哈 因为洗手方便 用信号控制的这个计电器 是不是 这才计电器在里面呢 你看咱多明白 信号控制的计电器 能说出来 哈哈哈 完了 水盆了 水盆没给它展示 还有水盆吗 这有水盆 哎呀 哎呀 抽拉出来的 压下去 压下去 不压下去还可能当菜板 对对 洗完菜可以放里 这真是太绝了 洗手 这块还可以顺着玩 怕崩 顺着管下 那这车开出去 不得老多人参观了 老多了 这简直了 哎呀 洗手 洗完了一摁 那一漏 这块还有下水漏 底下还可以接管 还可以接管 是不是 对 咱就不往第一排 直接就接到那个水桶里了 是吧 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 这管在这呢 哦这个有个下水管 这拧到这 我来 拧到这底下 你看人家是啥 是一个这个矿泉水的这个瓶嘴 搅回来之后 用这个 胶一沾 沾完了之后 因为下水压力也不大嘛 所以说 哎往上一拧 真不错 这边你就可以接个桶 是不是 不污转环境 你就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咱们这个 这有一些这个素质问题 嗯 就人家设计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 是不是啊 虽然说有的时候咱洗手的水也不脏 排到像咱这个土地上 没有啥毛病 但是你要这环境好的地方 你就设计 哈哈哈哈 这就是 这个也可以抽出来 这个也是抽出来 抽出来 这个 对 往下压的抽出来 哦 你看人家设计这玩意 设计到极致了 这还能放 喝水杯子 哦 这是个杯拖架 这个我会 也不一定会 会 见过 你看这两边小杯子 哦 这算的时候只抽 哎呀真的 这应该是一个小箱 小箱里面 各咖啡的原来 这个可以打开 对 那边勾着的 勾着的 对 咖啡餐盘 哦 看看 零食 咖啡壶上没装 做了一些这个造型 凹槽 然后涂上这个颜色 对对对 这餐盘在这儿 小餐盘 这六个盘子 吃饭吃饭的时候抓菜的是不是 对 原来这个福利 哎呦我天 原来的福利都弄好了现在 太 太 太贵福利 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 尹哥用什么形容 太厉害了 真是太厉害了 可以把这个推理 他挖一下 你看人这个 设计这个的人得多么的有想法 这个才叫什么 动手农历得想 这个真是那么说 要这么看 咱们改那些大车一点 没有啥技术寒量 嗯 我都无地自容了 哈哈哈哈 不想干了 咱学习学习 参考一下 那块是放的电饭包 中锅 中间还有一块 中间 这还有个小相机你看 小相机 对 这是洗车的东西 然后电饭包 下面下面还有一个小开锅 这个220伏插座 直流插座 啊 看看能整个 能利用的地方全都利用上 全都利用上 然后前面还有电路系统 对 上面还有那个抽拉式那个尾让 嗯 对 对 哎 来了小叔 哈哈 嗯 看看你看这个店 嗯 要不说咱们干到啥时候 学到啥时候 你看人家把整的这些东西 板板正正的 嗯 逆变器 太阳能控制器 这个是应该应该是一个充电器 充电纹要 充电纹要 对 纹压器 啊 又来参观的了 太小了 紧凑又被夸了 啥子脏俱全呢 然后上面上面 顶上还有太阳能 我给你举下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拓展的这个尾门杆 就把这个一松 刚才我们试过了 一松 然后直接就能拽出去 拽住挺长 用完了之后一紧 好 紧上 然后之后你看人家里头整的就是板板正正的 对 嗯 这边好像是应该是个帐篷啥的 草帽 然后小凳子 然后那是啥呀 我不知道啊 完了这边还有一个衣服 我跟你说啊 咱们今天拍这期视频 人家车主是没提前准备的 也没熟识 对对对 知道吧 还有个问题啊 我给他介绍 这个床终起来里面 藤椅小饭桌都在里面 都在这边都能放下 那也就是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还有呢 对 主要还是太厉害了 我经常说一句话 操作台 那个操作台 横着那块吗 哎呀 这边还有一个操作台 一接就变成你做菜用的那个操作台了 就可以啊 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 然后操作它 不是不是不是 它不是有个板吗 嗯 从这个板拿出来 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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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人家在车里板板正正 就是自己做了一个 移动的小小桌子 对 而且这个 前面这边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啥呢 风扇 出风天 就是挂的 小锁头 什么什么 哪块 这个这个 这个你往外抽 太能抽了 往外抽 往外抽还可以折叠 把那个手指拿了 嗯 对 往外抽 对整个抽出来 整个木头板抽出来 可以抽 使劲就抽 哎呦 太能抽了 哎呦 然后折叠出去 你给你掉了 哎呦 把这个折叠回去 哦明白了 这样 哎呀呀呀呀呀呀 扶手箱 小桌子 哎呦我的天 看明白了朋友吗 看明白了 各种拓展呢 你看人家这个小荷叶啊 嗯 要搞啥的啊 握到这个这个木头里 好吗 不起高 我跟你说啊 什么叫高手在民间 嗯 这不就不是在民间 这就是 那台车为他不自己改的 哈哈哈 不行了 那些商商的被改了 对啊 你回家整整啊 太吓人了 中间得了 上面还有小风扇要炸炸的 哎呦我的天 这边还有呢 能利用的好像都利用上 所有能利用的空间 全都利用上 是的 我们把这个给给人收拾 对收下来 对 收下来 嗯 如果你还没有睡 如果我还不停追 如果清醒是种罪 就把誓言带走 换承诺不回 如果你就是一切 如果我就是绝对 如果清醒是种罪 这个尾门的小空间就出来了 完了后备箱刚才咱们展示 那一招起来 厨房一拽出来 就可以入营了 太美了 这个 嗯 怎么样大家多学习吧 嗯 这回知道了吧 我想在我后备箱里整个 看着我们这个 黑中间的高手多不多 太多了 中间高手多不多 嗯 好了收起来 太完美了 就主要还是这个 因为车太小 所以太小 所以才换心想说 嗯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有它固定的位置 都收纳的特别好 ok 非常完美 学习到了 嗯 咱们在干的那天开始一直在学习 嗯 不断的学习 这所有东西也不是都是大坤发明的 我发现滑道是个好东西 今天看点 明天看点 其他这么整的 用到那个地方 嗯 是不是 人家就说了 你整的真好 是不是 都是都是学习来的 空间利用的非常到位 ok 等那个车主的那个心血顺 弄完之后再给大家整体展示一下 这是一个挺高端的一个东西 相当了 嗯 设计师都掉头发了 哎呦 要卸顶了 我们这期视频 学没学着东西 就这样吗 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 跟车主互动 我感觉车主应该能出现在评论区 好的 跟大家聊聊天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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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